我好像被坑了 你们一直问我12块买的草子现在开花没 来来来带你们看一下 这都一个月过去了 别说开花了 连个芽都没有 这地比种之前都干净 诶这个草是吗 看一下 怎么感觉跟图片不像啊 问了卖家没人回复 这也太不靠谱了吧 真的是一锤子买卖啊 诶邻居家的草长得还不错诶 今天和这个草杠上了 拍张照去花卉市场问问 有没有类似好养活的草 出发了 开心的一天又开始了 到了到了 哎老板 什么 就问一下这种草原 这个就是迷迭香啊 迷迭香吗 对 就说有多少个平方呢 这还真是个难题 多少个平方我还真没算 最难道是田姥姥苏州分老 就跟你现在正一样的吧 这列列是36个 三十六个一个平方吗 这样算的话一个平方三十六盆 然后六个平方的话两百盆 那不得两千块 哎这代价太大了 我在想想办法的 没想到舍在预算上了 哦我看到这两个盆 盆啊 对不起我还不能买个菜籽了 也就敢这样豪恨的 就有没有那种 这个季节可以种的 买了青菜小葱和香菜 七块五就搞定了 花草杀手 林小冉又上线了 送完土给他挖出一道沟 这样种出来的菜就比较好看 吃费打理也很方便 这边就种点香菜吧 过日子还得会种菜啊 七块五买来的快乐 把土给盖上 小的围栏里就该来点小葱吧 这一套下来能做个青菜汤了 下个月应该就能吃上了 真香 哦对了阳台这里一直空着 不知道怎么布置 网上看了这两种风格 你们觉得哪个更好看啊